我爸爸的死亡和加上之前的死亡 永远问了一个一切切落都经常要问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是很荒谬的 现在我在教的现象学海德教授 其实最初的问题是和我死亡有关 死亡是我这一组面对的问题 也因为死亡问题里 当我未决定读折落之前的时候 经常困扰我的问题 因为我在二组的时候 在医院看着我妈妈吞最后一口气 在医院里面 然后我觉得情境还溺溺在目 在我妈妈的对面床 有另一个老妇人的眼神 生死了什么意义呢 之后也是一个接下来的 我在医院六时有一个很偶然机会 在巴士站停车时有个女人走过来 但一个不知为什么的情况之下 在巴士停车时 女人已经在前屋下 我在前面 我仍然是履履在目 当我回到巴士退后后 女人在地上是黑的 就出了血出来 而那个女人看着我的感觉 可能她不是看着我 我自己说 我车站没有人 只有她在看着我 为什么会这样呢 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是很荒谬的 那个也好 这个都是人的死 但是一年之后 当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在香港大学读建筑系的时候 有一晚的圣诞节的时候 那些同学找得很辛苦 然后我告诉他们 我爸爸在两个公路前 在一个不准十倍的路 被一个小巴车死了 这是一个很稳定的事 那件事令我到今天为止 我仍然觉得 是我要人生的其中大改变的 其实还要 我从一个在港大建筑系 要转来中文大学 到哲乐系里面的大问题 因为我相信 我爸爸的死亡 加上之前建筑的死亡里面 是永远问一个 是一切之落都经常要问的问题 就是怎样我生在这里 怎样的意义呢 我也都永远不难忘 几十年前 就是我去长洲的时候 竟然是一个浮屍来的 就是五番大榜的浮屍 就是那五零年代 大陆的一些运动出来的 当然真正之后的文化 大家明白多少的 我们看到来到香港的时候 一半被鲨鱼咬死的 就是说是会偷渡过来的人 是一半被鲨鱼咬死的 是一半被鲨鱼咬死的 是一半被鲨鱼咬死的